黃總明為了躲避鏡頭 一路同回提標車 今天下午 黃總明在北京正式召開記者招待會 向公眾道歉 記者會由黃總明一個人獨撐 他父親成龍和母親林鳳嬌都沒有延伸 對不起,我錯了 一上場,黃總明開門見山 表達自己痛改前妃的決心 我沒有給年輕人做一個好的榜樣 我非常的慚愧 所以從今以後 我一定會痛改前妃 不會再做違法的事情 他透露入獄之後 跟其他犯人一樣按規定身 並沒有特殊對待 有說過他在裡頭四天不敢上廁所 當下的您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裡面太多的 我可能不太方便講 但是其實所有的人都是很嚴格執行的 並沒有特別的待遇 爸爸也沒有用關係去為我減行 因為他覺得做錯了 就應該受到懲罰 講到為什麼選擇情人之舉行發佈會 他解釋說是自己道歉 心切 只想以最快速度面對公眾 我其實在看書所聽到爸爸幫我道歉的時候 我非常難受 因為我覺得身為兒子的為什麼兒子錯了 就是老爸要道歉 其實我是一個成人 我自己做錯了 我就要去道歉 我不想要影響到任何朋友或是家人 所以我希望儘快地去辦這個道歉記者會 我覺得新年後再開的話 新年會過得非常難受 記者會短短半個小時 房祖明兩度鞠躬一美認錯 但全程表現相當鎮定 並沒有像之前柯震東一樣痛哭流淚 房祖明涉報案在去年8月14號曝光 當日房祖明、柯震東等人 在家族療電按摩的時候 遇到警方突然檢查 兩人尿檢呈現大麻類陽性 證據面前房祖明和柯震東 對吸食大麻的行為公認不諱 隨後警方還在房祖明的住所內 繳獲毒品大麻一百多克 這是什麼事情? 大麻 這是短的大麻 這是什麼東西? 大麻 別類型的 大麻 沒有 大麻 是 廣州電視編輯報道